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抠你东西来给我吃啊 我不要 只要你爱是我管的是谁的呢 我哪要是活的 他东西我都敢抠 能不能不吓我 对了我正要找你呢 啥事 是不是你跟我闺蜜说的是我男朋友啊 我没说我是你男朋友 我说你是我女朋友 那不是一个人 想你说 不是 打吧 打吧 真得劲哎 多少钱啊 你说你到底爱是我哪了 我敢还不行吗 那你不喜欢我哪 我长得还不行吗 那你得推倒重建 你知道我心目中的男神是啥样的吗 啥的啊 那得像我大姐夫那样的 热心善良 有担当 你大姐夫那些特点我都有 热心善良 有大当 哎妈我听你说话你这么闹耳朵 啥大当啊 那叫担当 对 担当 大当和担当他俩啥关系啊 我跟你 我说不起 我大姐夫来了 我让你看个啥叫担当 我学一下 对 亲爱的女士们 今年夏天热不热呀 对 我跟你们说啊 叔叔阿姨们 尤其是上岁数的啊 晚上睡觉可不能整宿整宿的开工条 知道吗 吹一宿啊 容易把身体吹坏了 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啊 我媳妇大米粒啊 在超市煮了一锅绿豆汤 欢迎大家去品尝 免费的啊 好不好 大姐夫啊 王小倩儿说他学你 大姑父 学我啥呀 你刚才那套业务我都行 真的还是假的呀 真的呀 你要能行的话 我可欢迎你到我们物业当义工啊 来别吹牛啊 你要会啥你给大姐夫展示展示 来来来来 大姑父 小倩儿 现丑了 来 街貌邻居们大家好啊 大热天这都塞屁了吗 晚上回家睡觉 赶紧把空条关上 要是着凉受风就玩屠子了 我媳妇小米粒啊 说谁谁谁 不是那个 赵刚的媳妇 小米粒大姐 我大姑啊 在超市熬了一锅大绿豆粥啊 老好喝了 免费的 赶紧去喝 不喝白不喝 白喝谁不喝 谁要不喝的 穷大傻子 太大了 不行 你怎么跟老丈人说话呢吧 妹夫 你不知道啥情况 什么情况我都知道 什么情况 二姑爷啊 你爸他惹祸了 怎么了 人家这个小区不许放鞭炮 你爸出去放一个 赶紧 叫你大姐夫抓住来 要罚款 大姐夫 没病吧 行的啥呢 我就光听说有警察 抓他爹的 他逃回听说有物业法朗 行行行行 爸 没事啊 大姐夫是开玩笑呢 我没开玩笑 大姐夫你快快快过来 你这个人不会开玩笑 我是不会开玩笑 你不要妨害我工作 爸 你还真来真的呀 那不来真的行吗 爸刚才放鞭炮 人家里面见到人家都看见了 爸我不管 别人我咋管呢 我就放那么个小鞭炮 他能咋地 还能咋地 问题老严重了 现在你看看 这地球都变暖了 什么雾霾 蜜雨 沙尘暴 你说您家也不注意 他家也不注意 将来地球的空气 很友好嘛 你看妈这水平多高啊 要钱呢 找你妈要去 她水平高 掰你 哎呀 行了大姐 别算了 我看我姐 我把这事还当真事的 老公 替他爸爸把款交 没问题啊 我就五十块钱吧 五万我都不带眨眼的 哎 这房子 这房子的首富 大头我掏的 大姐夫 但是啊 但是这五十块钱 我可不能给你 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因为五十块钱 伤害了我的爸爸 你怎么这 你得了怕金针了 我怕不怕 我也不给你钱 啊 这钱您真得交 哎呀 刚才爸没钱 爸咋没钱呢 我昨天晚上 不是给了你一百块钱 让你给爸 让他买酒喝吗 啊 你没给他呀 我给了我给爸了 钱呢 够呢 我这一百的 就是 没事 我找您五十嘛 哎 你是 爸 你整的了 零的 五十 挺好一百块钱 我整七岁 这是发票 谢谢您支持我工作 回头我给您喝小酒 爸 那我走了啊 那物业还忙着呢 哎 早点回去吃饭啊 行行 好 哎呀 妹夫我走了啊 行行行 走吧走吧走吧 哎呀 看见没有 没见过这么倔的人 我 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妈 姿势就完了 你得真干呐 你干的时候 爸给你拍多好啊 那我还有那么多作业呢 我哪有时间干活啊 你这样 那你先回去写作业去 写完作业以后 你出来干 完了我给你拍照片 这样摆姿势可不行 啊 爸 妈 哎哎哎 牛牛 别着急啊 不就这么点事吗 赵刚子 干啥 孩子现在多忙啊 现在孩子是最累的 学习那么关键 一让你拍两张照片 你帮他拍两张就完了呗 你看你这 你过来 特个大个的你 别着急啊 怎么的 什么怎么的 你干啥呀 咋来了 我在这管孩子呢 你干啥 我告诉你钱水发 他还小 明白不 得把他往正道上领 哎 拍几张劳动的照片 怎么就成了外面鞋带了呢 怎么 这不是摆造型吗 摆造型 摆什么造型啊 不这么忙 行你甭管了 你交给我吧 牛牛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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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怎么说的呀 老师说要拍干活 干活啊 哎呀 干活 你二姨父没有生活呀 我还想 我还想要点创意 创意哟 你二姨父没别的 就是有创意 很好 那咱就先拍扫地吧 你扫什么地 这地我刚扫完多干净啊 刚扫的 谁说的 哎呦 哎呦脏了 多脏的你看看 来来来 拿条条扫地 你给我 不是你干什么呢 来扫地啊 哈哈哈哈 注意啊 拍第一张扫地的啊 预备 开扫 好嘞 这边 预备 好嘞 我这部都没扫 怎么办啊 啊 这些啊 没事 你爸一会扫 哈哈 来来来来 哎呀 擦桌子 下一个镜头 擦桌子 牛牛 刚才你的表情不对啊 要笑不筋的 美不筋的 哎 姨父 不筋是啥呀 那个不筋啊 就是吃饱了撑的 你没吃饱了撑的 你干什么呀 这不是玩假的吗 这不是 什么叫玩假的呀 这叫配合 互相配合 你就没配合过 我没配合过 呦 睁着眼睛说瞎话 哎 哎 前一段时间 咱们这下大雪了 对不对 对呀 你带领着好多人 在小区里扫雪 是不是来记者采访了 啊 你居然冲着人家摄像头 在那擦汗 哎呦 假不假 假不假 不是 我擦个汗怎么就假了 我干了半天活 我还不得出汗呢 妈呀 下大雪 滴水成冰啊 你出汗 我怎么就不出汗呢 你当然出不了汗了 我们都在这干活了 我们出汗 你一个人跑在这卖刀 一动都不动 没把你冻死就不错 老师 刚刚你该说话了 干闷闷 过来 过来 先弄 怎么回事 啊 抓就抓车位 我抓的是十号 应该有我的车位吧 我听说我下去了 十一号上来了 哎 你得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玩意 问你呢 你是不是经理啊 是 那个 钱总 你不是有一个车位了吗 我有车位 我再抓一个不行啊 啊 我大姐夫在这呢 我们家多少人呢 我们家多少口人住一个屋啊 一个车位够用吗 你装什么你装啊 你天天到我们家找小米粒去 你不知道我们家多少人呢 解释 你老照顾我大姐夫干什么玩意啊 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田伯伯 这是你必须给我解决 不是 那个 那个钱总啊 508户的张先生确实是有困难 他有困难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有困难 我还有困难呢 我手气好 我抓的 有本事他凭他的手气抓去啊 我告诉你田伯伯啊 必须给我解决 啊 不给我解决 哎 我明天我就把车我停这儿 不让你没法办公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钱什么人干什么的 二姐夫那是做大生意的人 有本事 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你 大姐夫没事啊 你别为难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我找的是他 说 二哥 是不是你定的 这事真不是我定的 呦 这田奔奔啊 外表忠厚内心奸诈呀 我大姐夫打电话都告诉我了 就是你定的 好小子 你还不承认 给我解决啊 赵哥 是这样吗 哎 天龙啊 要是这样的话我也不瞒你了 说 这事真不是我定的 那是谁 打呼噜这位定的 哎 起来 下班了 下什么班了 你给我回来 啊 小刚子 这缺德事是你干的呀 妹妹 你听我跟你说 你说什么 你这次可是献爱心了 哎呦 哎呦 你们听听 还我献爱心了 拿着我的车位给别人 我献爱心还是你献爱心 你献爱心 妹夫你放心啊 咱们物业已经决定了 对你这份爱心 要在小区里面 敲锣打鼓的宣传 我不要 不要